你 今儿应该是 吟信回门的日子吧 等那儿吧 已经过了正点了 等他来了再说吧 他会不会忘了 临走的时候 我吩咐过他 没准啊 是玩美了 芙蓉账里杜春霄 从此君王不早朝 您现在不是那样的人 叫人催催 王爷 您可是王爷 别失了身份行吗 一个丫头 用钱买来的当亲戚 大红轿子嫁出去 这已经够了 他要是来了呢 有他四碟干果四菜一汤 我们也不欺负他 要是不来呢 咱也不能礼贤下试对吧 我这刚一句话 就惹出你一套全本的三国来 至于吗 那丫头啊 跟孩子一样 不能惯 我倒想惯孩子呢 咱有吗 想惯也没法惯啊 你是诚心要跟我怄气是不是 我不吃了 不吃 我吃 打人不打脸 骂人不接短 自打进了这个家门 我犯过七出之条吗 我给他撑着面子 我打掉了牙 打往肚子里咽 会容易吗 我 那没说的都在额娘眼里呢 要说抬不起头来的 我就是没给他生个一男半女 可那愿得找我吗 我不是没怀过呀 你们俩呀 倒是应该有个孩子 看过大夫没有啊 额娘 别找太医 太医院里啊 没有产科大夫 这光绪宣同两朝 这紫禁城里啊 就没添过一个孩子 这产科啊 早就饿跑了 要找呢 就找民间的 早就找遍了 开了不少方子 不丁事 你等等啊 等等 额娘 您找什么呢 珠宝可没用啊 这可比珠宝有用啊 你快看看 方子 这是从宫里头传下来的 大康熙乾隆爷那会儿啊 就有这方子了 那些嫔妃们呢 都把它当成宝贝 刚入宫的那些啊 不摸门 还得花大价钱啊 从太监们手里逃花呢 这是做胎的方子啊 可不呗 要不啊 那些老祖宗 怎么都十几个 二十几个皇子 外带一大群格格呢 这方子啊 就叫绕西红 额娘 想不到 您还有这宝贝呢 怪不得 老王爷 娶了七房福晋 就您生下寿园了 有这方子啊 也得有这命不是啊 到了咸丰爷啊 就留了同志爷一位 同志爷光绪爷 都落了个法子吴后 按说啊 他们那些个三宫六院的 也该有这方子 我跟他们可不一样 我怀过呀 您吃过吗 我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您吃了零 我吃了也准零 您把它赏给我吧 别抢了 这不是就留给你的吗 二媳妇谢谢额娘 你可得看仔细喽 这上头的药啊 可不好配 花多少钱 我都认了 葬红花 还得够分量 穿穹 得挑地方 紫河车 谁病了 甭问 配得上配不上啊 这可不少件呢 手缘的 我的 你哪儿不舒服啊 没瞧出来啊 你外行 这八成是做胎的 你听听啊 这儿有内行的 瘦园这是怎么了 先机无聊 想要孩子了 复辟完了 她也没戏了 不得回家抱娃娃 娃娃在哪儿呢 她不现成啊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 都变成屎味了呢 大实话 她有什么起啊 挑奋得进门 臭得尖了 残疾也有鞠马炮啊 那也比你强 这不 段祺瑞派人来了 让她帮助训练陆军呢 断合肥 他接了没接啊 没有 他哪是伺候人的人呢 一口回绝了 连个缝都没留 这可是机会啊 和总长次长平起平坐 他怎么就没接呢 您糊涂了 那是民国的官 他哪瞧得上眼呢 你管他哪国的官呢 官总是官吧 这当官的总比那闲着好吧 要不 他还等着大清还魂呢 有那日子吗 哎呀 管他当官不当官呢 那当什么官日子不也得过吗 眼前 他没有个一儿两女的 我在那门里头也执不起腰来呀 您好啊 您要还是我大哥 您就给我打着灯笼钻地缝 也得给我把这配齐喽 这可不少银子呢 花多花少 你给我拿 得嘞 真新鲜 你还会浆花呢 往后会得更多呢 这院子的花鸟鱼虫啊 全都归我的 这不是有下人吗 那我干什么呀 却将万字平容册 换取南山众树输了 什么意思啊 问辛际吉去 辛际吉 没辅的呀 没听说过呀 他呀 在我书柜里呢 我书柜里呢 王爷 水大了 烟了 王爷 这哪儿是您干的活儿 您还是把水壶闪给奴才吧 你上哪儿去了 好事 打开迎前了 比那时会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还装身弄滚儿呢 还装身弄滚儿呢 各位 我们老爷真的是去北京了 不在家 躲了 还不起当出别界呀 汉林怎么了 盗回皇上的年月 欠债 也得还钱 这是天经地义 还 我们一定还 各位 再容我们几天 我 几天 三天还是两天哪 我们想法子 想法子 想法子还是没法子呀 前兴的汉林 家里怎么也得有几个值钱的东西呀 古董字画 那拿出来就能变活钱 就是 只要是有皇上一道圣旨 送到古文殿 怎么这儿也能换个仨俩的呀 那也得看是哪皇上的圣旨 康熙的值钱 宣童的你要吗 比手指强不了多少 真是 我可是扛不住了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哪样少得了啊 如今连舍都没地去舍了 你可是一家之主 别装没事人啊 贫贱夫妻 败事哀 万某人一介天子门生 想不到也有这一天 这药账的明天可还来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我看连初二都躲不过去 坐池山空 如知奈何呀 活人还能让尿便死啊 干脆你去趟北京 跑趟寿王府 你要我去麻烦王爷 你这些年不都在为他们大清效力吗 皇上还不使唤恶死鬼呢 这没功劳总有苦劳吧 向他伸伸手还不是应当应份的 不 我和寿王爷是道义之交 君子之交淡如水 君子耻严厉呀 那你先把我休了吧 我们娘俩是跟你过不下去了 王爷也是坐池山空 不好开口啊 寿死的骆头还比马大呢 好歹他也是个王爷 有明国优待着呢 咱们有吗 饿死是小 尸节是大 贤妻呀 除了这个 毕人无不从命 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你还会什么呀 让你到娘娘宫摆个挂摊 你拉得下脸吗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万汉林在这住吗 我不在 快 快去挡架 快 我不去 我又不是门栓 你自己挡 不敢动问 请问 这位就是万年轻万汉林万大老爷吧 不敢 请问族下是 免贵姓孙 毕人在天津卫有个小小的名号 孙经理 旧样旧样 快请坐 好乖 不哭 请汉林宫挪步 咱们找个地方小坐 好好好 不成经意 汉林宫 先秀呢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小意思 一点小意思 无功寿禄 这绝不可以 你听我说呀 有事麻烦您老 我们老爷子呀 眼看就七十整寿了 庆寿三天 唱两天戏 那都好办 可是老爷子的寿账啊 就难办了 这 天经文笔俱佳之事甚多 这又何难 家父挑的就是身份 前卿 考秀才一直没考上 成了心病了 这回呀 非请个汉林宫不可 帮忙吧 就请万老爷大笔一挥了 可是不才从来没有写过呀 您客气 我都打听了 北京那些王公中堂的府里 都有您老的字 张勋张大帅做寿 也是您写的寿账啊 是不是先前少啊 我有后报啊 不不不 是愧对后赐啊 那就这么定了 后天是正日子 我派人来取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手面可真够大的 这个年关总算是过去了 你快写啊 我这只狼嚎啊 是替王爷写过奏折的 替皇上拟过圣旨的笔啊 如今要为奸商庆寿 而且还是一个连秀才都没考取的奸商 我实在不甘心啊 可人家有钱啊 你不委屈谁委屈 老爷 你就看在少卿的面上 委屈这一回吧 只怕此门一开 此门就难闭了 咱们哪 先交了这个卷 以后再说以后的吧 万年轻 你是个俗人了 俗不可奈呀 来来来 喝 父亲大人 瞧这笔字来 就跟字贴似的 汉林宫的字 那当然是彼汉墨宝 当年皇上的圣旨 那都是他们抄的 福如东海之号 寿彼南山之松 好啊 好啊 万汉林 这儿是不是写错了呀 又何不妥 您看着年月 现在是民国七年 怎么写成宣统十年了 错了 麻烦您老 快改过来吧 后朝我马上奉还 告辞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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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这是 万某是大清的孤臣 只是大清正所 不值其他 如果族下非要民国字号 那就另请高明万 没错 您没错 这不是您的错 我要的就是宣统十年 您等干吗呀 这才值钱呢 给汉林宫加钱 好好好 不说是润笔费 您留着赏人 当时是这么说的吧 知音难觅啊 您辛苦辛苦啊 来人哪 把寿账挂出去 挂在中堂 徐世昌大总统派人恢复读经课 徐世昌派教育总长前往 瞿府计恐 轻体匾额万事诗表 大中小学堂 一律恢复读经课 洗脚吧 水凉了 没看我这忙着呢 你给我洗吧 你让我洗 委屈你了 你在寿王府不就是伺候主子的吗 就没给寿元洗过脚 让我也享受享受王爷的福吧 王爷从来没让我给他洗过脚 你没给他洗过 他给你洗过 你 你欺负人你 谁欺负谁啊 我越想我越冤 就是那些黄金国戚 达官贵人 一肚子难道女昌 怪不得大清王了 该 乾清殉帝十三岁万寿 总统府派人致殿 等这干嘛 没得灯了 出来给我洗脚 你干什么呀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手 你 你说我老婆 我 我要了你了今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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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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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你 我给我亲妹妹办事 我还能打马过眼吗 就那药瘾子鱼对蛐蛐 那都是过了冬的原配的 可是药渣都对得跟山似的 她怎么就不管用呢 那兴许是那药方不准 没方子什么事啊 她要是有事 王爷从哪来呀 别急 咱还有一说 这毛病啊 不出在咱这头 在寿员那头 你混蛋 说这话你就找抽吧你啊 过门头二年我不是怀过吗 那孩子不是寿员的是谁的 许师药力没到 要不再吃几副试试 这五毒俱全的方子 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 这买药的钱可花得差不多了 要不您看您是不是 一回二回那么些钱全花了 您不信我这儿有账啊 有账也是花账 钱不怕花 你给我实心着点 你可别太黑了 这是给我办事呢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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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吉祥 你干吗来了 我阿嬷病了 老兵根犯了 她来告诉一声 是 家父念叨舍妹 想让她回家瞧瞧 那去吧 去吧 你给我拿几十块钱来 我有用 又要施舍给谁呀 不 这是多少啊 行 就是她了 我在琉璃场发现一幅好字 王于阳的 别让她跑了啊 不是 狼雕雕喂狗了 不是 要不您再给拆对一份 家有万贯 也有不变的时候啊 谁家有那么多现钱呢 拿去先当了 回头再熟吧 得嘞 姑奶奶 就你吃那药 没跟她挑明了吧 汤额娘说 瞒着本主 要挑明了 就不灵了 快去吧 掌柜的 王爷来了 现钱 字呢 王爷 我得给您告个岁 您前脚刚走 后脚就来了个人 总统府的文官长 他一进门就瞧见了王于阳 说什么也要立马拿走 你没跟他说 我早就定下来了吗 说了 可他不认这壶醋钱 说给定钱了吗 你就该说 我娶去了 转眼就到啊 他说了 没给定钱就不算数 搁了四十块大洋 就拿走了 我不管什么总统府 马统府 我就进你的手 我告诉你 打今儿起 我再进你这门 我寿元俩字倒着血 什么东西 王爷 王爷 您言重了 小殿承受不起啊 您坐下 您坐下 听我下情回禀 我不听 我最恨失恋 王爷 您别生气啊 您坐 您坐 坐下 王爷 您等等啊 王爷 您看 陈州策判千帆过 并术前头万木春 你小子耍我 闹了鬼旗你没出手 出手是出手啊 王爷 文馆长拿走那幅是法的 那这幅呢 王爷法眼您自个儿瞧 好 我要了 总统府那头要识破了 找后账呢 没您弄盛名 它四十块就是个仿的价 那这幅你准备要多少 王爷 您瞧这赏 好你个奸华坏 变着番的抬价 我这没开封 只多不少就这些了 谢王爷 我琢磨着 大总统今儿换名儿换 去了穿红的又来了挂绿的 不管到什么时候 王爷才是王爷 您小子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自雇英雄有血心 岂能怕死于贪神 您信 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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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你 跑什么呀 没听见我喊你啊 奴才参见王爷 你们家就住这边 哪边啊 不不不 我不住这边 你拿这些东西给谁送去啊 我是路过 这么一大堆 急得动吗 我给你叫冷车 我不用了 我行 殷下 第二年过得好吗 托王爷福尽的福 挺好的 我孩子啊 你把我们全忘了 逢年过节的不说 连回门你都忘了 让我们白等你半天 奴才有罪 你得改改口了 什么奴才奴才的 咱不说好了吗 按亲戚走动 这样没人敢瞧低了你 丑方回去瞧瞧不进吧 王爷 您保重 您先给您告假了 陛下 这回让我抓着了吧 奸夫淫妇 你压根就没断了你 我 我跟王爷是遇上的 同一回 你还敢骗我 你再说 真是头一回 真是 你遇上的 我让你骗我 我让你敢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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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骗我 骗我 骗我 你快说你 你装蒜是不是啊 我让你装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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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打了 我求你了 我 我有了 有 有什么了你 我 我有你的孩子 我觉得 您这个药得赶紧吃 要是再不见效的话 那咱就得另想折了 十万火急 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一句话吧 赶紧要个孩子 要不然这万贯家财 全归了旁人了 旁人 谁啊 我可不敢说 您那脾气 说半截留半截 成心跟我火嘛 不行 你得给我指名道姓的 说清楚了 他外头有人了 不信 算我没说 可是你已经说了呀 谁啊 谁啊 是八大胡同的 还是哪家的小家碧玉啊 其实我要指食了 您准相信 他可不是外人 打这个院里 屋里哇啦架出去的 银行 是 我可没说名字 但是我亲眼所见 两个人在小胡同里 是拉拉扯扯 潺潺绵绵 如入无人之境啊 怪不得 那封阳前 八成就便宜了 小妖精了 想当初他还想勾引我呢 要不是我自己留个心眼 也早让他给拉下水了 我活了 我活了 我活不了了 姑奶奶 您这不是正好给他们疼地方吗 暗盖改成名铺了 我活了 那我也活不了了 你给我传轿子 叫人 招呼人 到他家给他活拼了 我姑奶奶 我求求您 您下来行吗 大爷 别来我 坐坐坐坐 现在最要紧的是男的 宋元那脾气 你又不逼不逼的 他吃顺不吃枪 死牢骚的无怕 还怕你跟他翻车呀 再说了 你跟他翻车 对你有什么好处 他写封休书 您就净身出户了 姑奶奶别哭了 我你 小点事 你 陈州策畔千帆过 并数前头万木春 王于阳的字 漂亮 可能挂这儿啊 行了 甭哭了 哭也不顶用 你们两个要是有个孩子 就没这事了 无小有三 吴后为大 别说他在外边偷着摸着 就是明媒正娶的 娶进几个小的来 你也没得说呀 谁让你肚子不争气呢 我就是不让他娶 你先不占领啊 当初你公公老王爷 有了正福气 怎么还左一个右一个 讨了我们六七个呀 冠冕堂皇没儿子 你总不能让堂堂一个郡王 绝了后吧 我又不是不会生 他干嘛还要找那野娘们儿啊 那药吃了没有啊 管不管用啊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不会吧 我也纳闷呢 那药怎么您吃了灵 我吃了就不如灵了 事到如今 还有一片方 你可别先逐一搜 片方治大病啊 得了 这番啊还真搜 我不想搜 老娘 您行行好吧 再怎么说 我也得抓住她的心哪 不然王后咱们娘儿俩 就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了 那今天收个银信 明儿再带回个苦心 那 那 就跟三爷儿啊五爷儿七爷儿似的 树倒狐孙散 和娘 良药苦口 您说出来 您说出来 我准照着您画的那道走 我也是胡说 有病乱投医 您吃的盐 比我吃的饭还多呢 您说我就信 谁在那儿呢 隔墙没眼儿 您放心吧 干脆啊 抱一个 抱 嗯 抱 那不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它能给我亲吗 当亲生的痒啊 不说破了是一样 再这说了 有了这个大的 背不住 就引出个小的来呢 你还年轻 不愁自己不能生养 咱们这不是为了救救急吗 万一兽园再娶进几方 如夫人 侧夫进的 那可就热闹了 你哭都找不着坟头 怎么了 这胶摔的 差点把孩子给摔掉了 两个多月了 可得小心哪 小心 小心 好 大妈 您辛苦 好好保胎 等到十个月上 还是我的事 一刻不凡二准 准请您 好好好 大妈 大妈 别送了 别送了 回去伺候你媳妇去吧 不 大妈 我 我有事得跟您打听一下 啥事啊 这 现在能不能看出这孩子是谁的 谁的 谁的 你的呗 什么话呀 都住在一条街上 可没听说你媳妇有什么歪的邪的 您说得对 我胡说的 那好 等孩子落了地儿 你好好瞅瞅 跟谁一个模子磕的 谁的主意这是 你别打听了 就说行还是不行吧 星亥那年 你不也是给我出过这馊主意吗 你让我揣个枕头 磕肚子里头 你忘了 当初那不是死马当着火马痣吗 如今也一样 我这不是有病乱同医吗 现如今哪找那么合适的孩子去 不要现成的 就那刚怀上的 俩三月的就行 那谁家的孩子舍得呀 还不得狮子大开口 你除了认识钱 还能认识谁呀 放心 哥哥我绝不会水过地皮狮 全是正用相 那我把这事托付给你了 你能让我相信吗 就仨字 请好吧 还有一节啊 这事不许走漏任何风声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要再有别人知道 我就是这个变的 说话算话 得嘞 恭喜王爷 你可别告诉我谁有复辟了 要复让他自己复去 这回没我的事 恭喜王爷 福尽是喜外 福尽 福尽 阿娘 你又喜了 真的 瞧你这当爹的 还这么沉不住气啊 我高兴 他比我可沉得住气 不险山不漏水的 给我怀上儿子了 可惜呀 我阿玛 没赶上三代同堂 阿娘 您后半辈有半了 我可不敢保证生个儿子 没关系啊 阿哥哥哥全一样 只要你生 会生儿先生女 闺女是妈妈的小棉耳 女儿一样 儿啊 额娘有句话要交代你 您说 儿子听着 这以前的事呢 咱就不说了 再过半年八个月 你就长一辈了 这以后说话办事啊 要想着老婆孩子 也不能顾前不顾后了 金玉良言 我听着 也不许在外面沾花惹草的 您儿子没这哀嚎 不信 您问福气 额娘是提醒你 你们娘儿俩放心 以前我没有 往后更没有 我呀 就一心一意 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了 打斗贝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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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军反对二十一条 是有ящ的 把虚状照片给砸了 打斗贼 打斗贼 总监 查清了 把学生通电发出去的 就是这人 他人呢 外头后着呢 叫他进来 孙院生 这通电是你发的 发到上海 发到广东了 这让加急收的费 是现金交易 晚上没有理由不给发呀 你混蛋 你为虎作伤 总统查下来了要严办 可晚上 晚上真的不知道 你别开除了 你给我滚 我 滚 沧才沧 大把来台沧 大把来台起的一个来 沧儿龙 沧雷起的沧 沧 王爷 您好 我去瞧瞧福建 去吧 你是得勤侧护着点 要不然将来孩子出来 不会管你叫舅舅 是是 您说的是 沧才沧 大把来台沧 福建 找着了 您别急呀 人托人 得转好底到手呢 一时半会儿 找不着那么合适的 你这干得叫人事吗 我上墙里就抽梯子 到时候十月临盆的时候 那孩子出不来 不就成大笑话了 我可想不了那言 还不如说实话呢 福建 快快快快 福建 快快快快 福建 福建 我让厨房做了点莲子羹 清火的 你火的 来 快喝 我喝不下 不行 我喂你 王爷跟舍妹真是 举案齐眉 相近如宾哪 你怎么还没走啊 这儿没你事了 走吧 有事您吩咐 别忘了我那事啊 忘不了 你让他帮你办什么事啊 我想吃点酸的 我让他给我买点大白信来 那还用得着他 可也别说 他呀 也就能办点的这种事 大事还别找他 不是办事的牙医 反正我娘家人啊 全都被你给砍扁了 得 咱不抬钢 你可是有功之臣 我可打听了 你呀 不能整天这么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得下地活动活动 来 走 下地 我 我没劲 我不想动 我掺着你呀 你起来不起来 不起来我可掀被子了啊 走 慢点 回来了 快洗把脸吃饭吧 就得 就这破饭 你咋够要饭的 还得挨要饭的一顿骂呢 你又喝酒了 我又没喝你的 我喝我自己嗝的 坐下 来 趁热 我您 hm 糟粮 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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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吃 不吃 不吃说了不吃就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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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不吃 不吃了不吃就不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